積水退去後 留下滿滿的泥沙土石 物品東到西歪 鐵皮還有一片掉了下來 屋內慘況難以復原 明天就要上班了 但家中仍然滿是一整片泥土 親自告訴市長希望能幫幫忙 山屯颱風帶給北臺灣 不少嚴重災情 其中在基隆有多處淹水 土石流與攤方的情況 住戶的需求是希望說 加州的泥土趕快清出來 因為畢竟說住在安置那邊 也是不方便 因為小朋友都要上課 在調和街的碧沙山水社區 後方山坡大崩塌 泥流石塊堵住道路 甚至灌進停車場與住家內 週末兩天社區居民與相關單位 馬不停蹄清掃 要趕緊恢復原貌 市長謝國良也每天到場看災 在今天我們會請國軍弟兄 來幫忙打掃 尤其今天好天氣 我覺得也很好 我們趕快趁今天把它打掃一下 讓大家可以基本上讓家戶的部分 可以恢復到原狀 看後馬上開災害 整備會議進一步討論 另外行政院長卓榮泰 也到其他災區視察 海中天社區旁的新豐街 同樣有嚴重攤方阻斷道路 一度造成交通大打街 民眾希望能在七號以前搶通 而相關單位也表示 將會預計在六號晚上八點完成 另外全台最後一個馬拉松比賽 就是在基隆 原本因為交通計劃一度傳出延期 後來又遇上颱風差點取消 幸好最後如期舉行 颱風過境留下嚴重災情 民眾只盼快點服務員回到正常生活 TVBS新聞 新聞劉欣賀藍亭基隆採訪報導